中纪委暗中贬斥习近平 海外放风习家事 前驻华大使谭张高丽 匿名官员曝光彭帅通话内幕 在香港禁止上映的电影《少年》登上金马舞台 包括王思聪前女友在内的两名中国网红涉逃税被重罚 核四重启仅500亿 台电董作表示是天文数字 中共霸凌不丹或破坏南亚稳定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新闻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中共中纪委旗下的报纸《中国纪检监察报》 11月22号的一篇评论文章引起关注 被认为有暗中否定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意图 这篇文章题为《长怀远虑居安思危》 文章对习近平只字为题 特别是在宣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时 文章没有按中共官宣惯有的套路 同时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政论人士陈破空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分析说 通常来说 如果提到核心 在党内比较敏感的情况下都会提出两个核心 但这篇文章没有提习核心 似乎是传递出只有中共为核心 而不以个人为核心的意思 陈破空还注意到 中纪委这篇文章也没有按套路提出习近平的四个自信 四个意识 反而提到了四个考验 四个危险 这却是胡锦涛提出来的说法 因此给人留下中纪委抬胡锦涛贬习近平的印象 陈破空还提到胡锦涛提出的四个考验 分别是执政的考验 改革开放的考验 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 其中 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 都是已经被习近平抛弃的路线 中纪委成体四个考验 似乎意有所指 19届六中全会后 各界针对习近平的挑战接踵而来 彭帅指控张高丽一事 经过中共大外宣拙劣的处理 火头反而烧到了习近平 习近平试图保党国的颜面 结果只是令自己进退两难 与此同时 海外开始有人放风 所谓习近平私生子的消息 令人联想到中共十九大前 反腐运动正胜之时 海外有人 针对时任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炒作类似的丑闻 希望逼王岐山下台 同样诡异的是 还有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孟宏伟的妻子高歌 最近借国际刑警组织选举之机露面 接受美联社的独家专访 士兵人士周晓辉日前在大纪元发问指出 高歌露面的时机很不寻常 正值六中全会结束不久 第三份历史决议彰显中共高层博弈仍然十分激烈 而且高歌为丈夫鸣不平的同时 居然还涉及中共党内两种路线之争 周晓辉认为 为中共效力 又被其卸磨杀侣的孟宏伟并不冤枉 高歌话里话外都在剑指东南海的最高层 很明显背后有推手 而且涉及高层博弈 从习近平在六中全会结束后 第一件大事就是提拔自己人王小红 接任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来看 他在大权在握的同时 政治不安全感也很强烈 二十大对他来说是一场生死之战 但习近平在反腐中得罪大量的中共权贵 本该收获的民意 也因为他在十九大与江曾妥协 停止反腐而逐渐流失 目前他为保中共及自己的权位 又重拾毛时代的极端专制路线 反而给了党内对手攻击他的武器 中共内部这种矛盾乱局如何能解 恐怕习近平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中共正眼睁睁地看着彭帅张高丽事件走向失控 中共通过黑箱政治建立起的神秘感 正在被打破 国际社会还意识到 对北京采取强硬的态度是能够作效的 CNN11月22号就彭帅事件采访了 曾在张高丽任中共副总理期间 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马克斯·鲍卡斯 在主持人询问下 鲍卡斯谈到他记忆中的张高丽 我对他的了解其实不多 中国共产党的保密程度非常非常高 我们见过几次面 他是一个面无表情的人 是个扑克脸 虽然他对中国的商业事务和内建事务都有涉及 也曾经在中国东部与西部工作 但当你试图与他交谈时 他却只是按部纠班的照本宣科 表情也没有什么变化 我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懂的人 如果要选最有个性奖 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赢的 坦率地说 在我认识的所有中国人中 他是最没有个性的人 这样一个看起来缺乏个性的中共前领导人 一息之间因为被指控性侵 知名度暴涨 彭帅爆料微博透露 张高丽当年为说服彭帅与自己发生关系 而劝诱说 宇宙很大 地球就是宇宙的一粒沙 我们人类连一粒沙都没有 更讽刺性地刷新外界对张高丽的认知 法广22号发文 顺着张高丽盘点中共性侵文化指出 这种丑行起源于抗战时期的延安 1949年中共建政后发扬光大 成为中共党文化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住进中南海 便要建立中南海文工团 一位女文工团成员写信给党中央 反对建立这个机构 结果被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遭处死 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隋回忆 毛泽东从住进中南海到死亡 性侵妇女不知有多少 以致感染了低虫病 法兰科福汇报则针对彭帅事件发表评论指出 中共统治下 中国发生的不公正事件数不胜数 彭帅事件受到关注的程度 显然超过了西藏维权人士遭受大规模的打压 香港抗疫运动遭到的镇压 以及中共对宗教少数派和维权人士的肆意抓捕 评论写道彭帅事件说明了一个问题 对于肆意妄为的专制政权来说 个人命运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即便不做反政府的事 一个人也有可能会受到专制机制的碾压 像彭帅这样 同官员有过类似经历的中国人应该不在少数 评论指出彭帅事件也显示出 面对外部压力 中共政府并不总是无动于衷 而这也正为彭帅事件出现转机提供了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 民主国家也应幡然悔悟 即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 是会奏效的 国际奥委会前日出面声称 曾与彭帅事项通话 彭帅称自己平安无事 但这并没有终结外界对此事的关注 纽约时报22号 更引述一名未居民的奥委会官员说 彭帅的一名朋友协助彭帅完成了英文交流 这篇报道质疑 彭帅15年职业网球生涯 英文已经很流利 为何还要人协助 入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与最佳剪辑奖的电影少年 因为以香港反送中为背景 被港府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名封杀 据立场新闻报道 香港立法会日前三读通过电影检查修订条立草案 其中增列国安审查条款 要求电影检察员考虑影片内容 是否不利于国家安全 以香港反送中为背景的影片少年 被认为很难在香港供应 这部影片预告片的片尾甚至注明 香港不能供应 对此电影导演任侠11月20号对媒体表示 电影就是通往自由的窗口 哪个地方能放映少年 就代表哪个地方有自由 任侠为出席本月27号第58届金马奖典礼 现在已经抵达台湾 目前正在隔离当中 他以视讯的方式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少年于2019年10月反送中运动期间开拍 角色原型几乎都是参与反送中的青年抗议者 甚至有抗议者直接担任演员 有人担心任侠及主创人员未来无法在香港影视圈立足 但任侠表示他们没有设想任何后果 也不想散播恐惧情绪 只是在做电影人该做的事情 影片经历停拍撤资被劝退 演员此演最终于11月15号在金马影展上映 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全球首映 据台湾媒体的消息 这部影片在金马影展上先后开卖6个场次的门票 都在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中国两个经营网络直播销售的女网红 11月22号因涉嫌逃漏税被中共当局重罚 总计9200万元人民币 中共税务部门在同一天称 通过大数据分析 还发现其他网红也有涉嫌逃税行为正在击查 综合陆媒的报道 这两个被处罚的网红主播 微博账户分别是雪梨和林珊珊 据报道 本名为朱晨慧的雪梨 微博粉丝人数超过1500万 另一名以本名经营微博账户的林珊珊 粉丝人数也超过950万 两人都经营直播带货 主要售卖服装及美容产品 其中 朱晨慧曾是中国前首富王健林之子 王思聪的女友 是淘宝女装顶尖网红 年销售10亿多人民币 浙江杭州市税务部门称 两人通过在上海、广西、江西等地 设立个人独资企业 虚构业务 将个人工资薪金和工作报酬 转为企业经营所得 朱晨慧设偷逃个人所得税 约3000万元人民币 林珊珊涉嫌偷逃税 约1300万人民币 两人最后分别被处以 6500万与2700万元罚款 22日当天 朱晨慧、林珊珊都在各自的微博中 贴出致歉信 有分析指出 网红主播因涉嫌偷逃税款 遭重罚 只是表象 实质使中共恐惧这些 拥有成百万上千万粉丝的 网红主播 有话语权 有意无意的会给公众带风向 因此这次等于是给他们的一次警告 若有人不警觉 那更重的大锤就会砸下 台湾四大公投将于12月18号登场 届时将针对反莱猪、三接千离、重启核四、公投绑大选 四项议题进行投票 其中重启核四一项的内容是 是否同意核四重新启动转为发电 支持重启核四的一方提出 重启仅需要花费500亿元新台币 但台电董事长杨维甫则透露 启动成本相当的高 恐怕1000亿台币跑不掉 杨维甫日前在接受台媒专访时指出 如果真的要重启 就要一项一项算清楚 根据同仁估算的结果 是相当高的成本 重启所花费 没有详细评估 但一定是天文数字 杨维甫以美国做对比 表示1000亿是跑不掉的 但到底要花多少 在还没有做出详细评估之前 没办法很肯定的讲 因为会造成误会 但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中共与不丹日前就1984年 就开始的边界争端谈判 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但日经亚洲11月22日发文指 此举并不能掩盖中共近年 鲸吞蚕食不丹领土的事实 中方的侵略更可能破坏南亚的稳定 日经亚洲刊发印度地缘政治专家 齐兰尼的分析文章指出 中方对不丹的侵略行为 已经违反了1998年的 中部双边条约中 承诺两国皆不会采取单边行动 以改变边界现状的条约 齐兰尼指出 总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马赛尔科技 去年公布一系列卫星照片显示 有好几个新建的中国村庄 已经悄悄占据了国际公认的不丹领土 在建村的同时 中共还修建了穿过不丹领土的军事道路 以开辟一条新的轴心 对抗印度最脆弱的西里古里走廊 除此之外 中共去年甚至单方面的宣布 拥有不丹占地741平方公里的 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齐兰尼还注意到 前述谅解备忘录 由不丹外交部长多吉 和中共外交部长助理吴江浩在线上签署 而这样的安排 显示不丹就像中共的附属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两岸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